好 下面再来看第六个特定交易 叫做售后回购 售后回购是指企业销售商品的同时 承诺或者有权选择在日后 将这个商品购回的这样一种销售方式 售后回购就是卖了之后再回购回 对于不同类型的售后回购交易 企业应当区分下列两种情形 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第一种情形 这企业因为存在于客户的远期安排 而富有回购义务 就是你有回购的这个义务 或者是企业享有回购权利的 表明什么呢 表明客户在销售的时点 并没有取得这个商品的控制权 那么在销售时点 客户没有取得商品的控制权 企业能不能确认收入 不能确认收入 不能确认收入怎么处理 企业应当作为租赁交易 或者融资交易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那其中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的 比如说A 把这批产品卖给B 100万卖给B 如果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的 80万回购会 假设一个月之后 花80万回购会 那应当是为什么 应当是为租赁交易 我们看一下 A卖了100万 把80万买回来 A赚了20万 B付出了20万代价 相当于B花20万租赁这个资产 租赁了一个月 回购价格不低于原售价的 应当视为融资交易 回购价格 假设是120万 那120万的话 那就相当于抵押借款 就是我把这个产品抵押给你 然后借100万 然后一个月之后 还你120万 还120万呢 其中20万就是利息 那么在收到客户款项的时候 在收到客户款项的时候 确认为金融负债 收到这100万的时候 A 收到这100万的时候 就相当于抵押借款 那就确认为金融负债 并将该款项和回购价格的差额 这个款项和回购价格的差额 这20万 在回购期间内 确认为利息 20万就是利息 企业到期未行使回购权利 如果到期没有行使回购权利 没行使回购权利 我说这个实质就是什么 就是抵押借款 就是把这个资产抵押给你 然后借了100万 如果到期你没还这120万 没有把这个产品回购回来 那这个产品不就属于币了吗 所以 企业到期没有行使回购权利的 应当在这个回购权利 到期终止 到期时 终止确认这个金融负债 这个金融负债就终止确认了 同时确认收入 确认收入就相当于 我按照100万 把这个东西卖给自己了 好我们看一段推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一台设备 销售价格的是200万元 同时双方约定 两年之后 假公司将以120万元的价格 回购这个设备 假定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等其他因素 假公司卖给乙公司 卖多少 卖200万 回购的时候呢 120万 回购价格低于出售时候价格 回购价格低于出售时候价格 那就相当于 按照总的现金流 假是增加80万 乙呢是付出了80万 那相当于乙花80万租了这个资产 本体中根据合同有关假公司 在两年后回购该设备的规定 乙公司并未取得这个设备的控制权 因为两年之后还要卖回来 所以乙公司没有取得它的控制权 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该交易的实质是 乙公司支付了80万 支付了80万的对价 取得了这个设备两年的使用权 因此假公司应当将这个交易 作为租赁交易进行会计复理 第二种情况 企业富有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的义务 假 把这个东西卖给乙 谁是企业啊 假是企业 乙呢是客户 企业富有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的义务 由谁有权利让他回购呢 乙有这个权利 让他是不是回购 让他要不要回购 这是乙的一个权利 那应当在合同开始日 评估客户评估乙 是否具有行使这个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 什么叫重大经济动因 比如说 约定一年以后 假回购的价格是200万 那假设一年以后 市场价格是50万 那对于乙来讲 有没有重大经济动因 重大经济动因 就是对乙有没有利 如果说乙把这个货 按照市场价格卖出去 那只能卖50万 卖给假 能卖200万 那当然要让假回购回去 那这种情况下 乙就是有重大经济动因 客户具有行使该要求权 重大经济动因的 企业应当将售后回购 作为租赁交易 或者中赁交易 因为还是要回购回来 就控制权还是没发生转移 相当于 还是要回购回来 那就作为租赁交易 或者融资交易 否则企业应当将其作为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 销售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比如说一年以后 这个假回购的价格 假设是30万 市场价格是50万 那对于乙 他就没有必要让假回购 那没有必要让假必须回购 那这个就是富有销售退回条款 销售交易 按照这个来说 好我们看一道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其生产的一台设备 销售价格是2000万元 双方约定 乙公司在五年后 有权要求假公司 以1500万元的价格 回购这个设备 那假公司预计这个设备 在回购时候的市场价格 远低于1500万 那对于乙公司 有没有重大经济动力 就是对他来讲 让假公司回购有没有利 那当然有利啊 因为市场价格低于1500万 我把这卖回去 让假回购 我可以赚到1500万呢 我可以卖到1500万 那这个对我合适啊 我当然要行使这样一个权利 文件中 假定不考虑时间价值的影响 假公司的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 但是呢远高于这个设备 在回购时的市场价格 假公司判断乙公司 具有重大的经济动力 行使这个权利 要求假公司回购这个设备 因此呢 假公司应当将这个交易 作为什么 作为租赁交易 因为它的回购价格 低于销售价格 低于的这部分 就相当于乙公司 这五年付的租金了 作为租赁交易经营处赁 好 我们看见到20年的单选题 2019年2月16日 假公司以500万元的价格 向乙公司销售一台设备 双方约定一年以后 假公司有义务 以600万元的价格 从乙公司处回购这个设备 这不就相当于抵押借款吗 假公司借了500万 然后呢 把设备抵押给乙公司 然后一年以后 花600万给买回来 那也就是中间100万是利息 对于上述交易 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 假公司正确的 会计处理方法是 A 作为租赁 不是作为租赁 因为它的回购价格大于售价 B 作为融资交易经营处理 这个就是借钱 就是相当于抵押借款 C 作为富有销售 退回条款的销售交易经营处理 就不是 D 分别作为销售和购买经营处理 不是 所以本期正确答案是B 企业因存在于客户的远期安排 而富有回购义务的 回购价格不低于原售价的 应当视为融资交易 所以选项B是正确的 好 再来看第七个特定交易 客户未行使的权利 企业向客户预收销售商品款项的 应当首先将这个款项确认为负债 因为你是预收的嘛 所以先确认负债 在履行了相关履约义务时 再转为收入 比如说我去理发 我办了一个理发的处置卡 我先充了300块钱 然后我可以减5次 那这个呢 先充这300块钱 对于理发店来讲 这是他的一项负债 因为他还没有给我理发呢 所以他先确认负债 等履行了相关履约义务的时候 再转入收入 当企业预收款项 无需退回 且客户呢 可能会放弃其全部或者部分合同权利时 例如呢 放弃处置卡的使用等 企业预期将有权获得 与客户所放弃的合同权利相应的金额时 应当按照客户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 按照比例将上述金额认为收入 比如说办了一个理发卡 办了一个理发的处置卡 然后往里存了300块钱 存了300块钱之后呢 我是在北京办的 然后我由于工作的原因就掉到上海去 长期在上海工作 那我不能因为这个要理次发 然后我再从上海坐飞机 回到北京理次发 这个不够成本的 然后可能这个飞机票都得300多 那这个我可能处置卡我就不用了 当我不用了 然后呢 这预收款项 我也无需退回了 这个时候 理发店 你看 最好 这个处置卡给他办了 钱也收了 然后他也不来理发了 他才可以确认收入 否则呢 企业只有在客户要求其履行 剩余的履约义务的可能性 极低时 才能将上述的负债相关余额 装收入 如果有相关法律规定 企业所收取的与客户 未行使权利相关的款项 需转交给其他方的 例如法律规定 无人认领的财产 需要上交政府的 这个钱得上交政府 那这个呢 你也不能确认收入 企业不应该将其确认为收入 好 我们看这道例题 假公司经营一家电商平台 平台商家呢 自行负责商品的采购 定价发货 以及售后服务 假公司仅提供平台 供商家与消费者进行交易 并负责协助商家和消费者 结算货款 假公司按照货款的5% 向商家收取佣金 并判断自己在商品买卖交易中呢 是代理人 2018年 假公司向平台的消费者销售了1000张 不可退的电子购物卡 每张卡的面值呢 是200元 总额是20万 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本理中 考虑到假公司在商品买卖交易中 他是代理人呢 仅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平台 及结算业务 并且收取佣金 因此呢 假公司销售电子购物卡 收取的款项20万元中 只是佣金的部分 是他的收入 佣金的部分是多少 20万乘5% 是1万 代表假公司已收客户对价 已收客户 他的客户是谁 假公司的客户是谁 假公司的客户 其实是在他平台上的商家 而应该在未来消费者消费时 作为代理人 向商家提供代理服务的义务 这1万块钱是属于他的 但是呢 这个呢 你要未来 未来你要提供这个代理服务的义务 带谁啊 带商家 商家是你的客户 商家是你的客户 所以呢 应当确认什么 确认合同负债 其余部分 也就剩下的19万元 是假公司 带商家收取的款项 作为其他应付款 得到未来消费者消费时 支付给相应的商家 好 我们再来看这道例题 假公司经营一家连锁超市 以主要责任人的身份 销售商品给客户 假公司销售的商品呢 是用不同的增值税税率 因为它是经营超市的 超市里的产品的种类 商品的种类就比较多 那不同种类的商品呢 它可能这个增值税税率 就是不同的 比如说零食的试用税率呢 就是13% 粮食的试用税率呢 就是9% 21年 假公司向客户销售了 5000张不可退的处置卡 每张卡的面值呢 是200元 所以总额呢 就是100万元 客户可以在假公司经营的 任意一家门店 使用这类处置卡 进行消费 根据历史经验 假公司预期啊 客户购买的处置卡的金额呢 将全部被消费 假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在客户使用这类处置卡 消费的时候 发生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也就是说增值税纳税义务呢 不是说我在卖卡的时候产生 而是在消费者 使用这个处置卡 消费的时候 才产生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本例中 假公司经营一家连锁超市 销售适用不同税率的各种商品 并收取商品价款 及相应的增值税 就是我们从超市买东西啊 买回来的都是含税的 因此呢 假公司销售处置卡 收取的款项 100万元中 仅商品价款的部分 仅商品价款的部分 因为这100万 有一部分是商品价款 还有一部分是增值税 仅商品价款的部分 代表假公司 已收客户对价 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应当确认合同负债 其中增值税的部分呢 因为不符合合同负债的定义 增值税 增值税是你给客户提供的吗 增值税是你要给国家交的 要给政府交的 所以增值税的部分呢 这不符合合同负债的定义 所以不应该确认为合同负债 假公司应该根据历史经验 例如公司以往年度 类似业务的综合税率等 估计客户使用该类储置卡 购买不同税率商品的情况 将估计的储置卡款项中的 增值税的部分 估计这个增值税的部分 确认为什么 确认为应交税费 但是现在还没有产生纳税义务呢 所以确认为应交税费 代转的销项税 二级科目叫做代转销项税 然后除了这个增值税之外 将剩余的 除了增值税之外 总共100万 那有一部分增值税 除了增值税之外 将剩余的产品价款 剩余部分 剩余部分就是产品价款部分了 确认为合同负债 实际消费情况与预计不同时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后续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最新信息对合同负债 还有应交税费的金额 进行重新估计 好 再来看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企业在合同开始日 向客户收取的 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比如说俱乐部的入会费 应当记录交易价格 企业应当评估这个初始费 是否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相关 这个初始费 与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的商品相关的话 按照分摊至 这个单项履约义务的 交易价格 这个初始费 与向客户转让的 已承诺的商品不相关 这个初始费 应当作为 未来将转让商品的预收款 在未来转让这个商品的时候 确认为收入 其业收取了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且为旅行合同 应开展初始活动 但这些活动 本身并没有向客户转让已经承诺的商品的 例如 企业为旅行会员健身合同 开展了一些行政管理性质的准备工作 这个初始费 与未来将转让的 已承诺的商品相关 应当在未来转让这个商品时 确认收入 企业在确定履约进度的时候 也不要考虑这些初始活动 企业为这个初始活动发生的支出 应当按照本节合同成本部分的要求 确认为一项资产 或者是就当你随意 好 我们看一道思考题 甲公司经营一家会员制的健身俱乐部 甲公司与客户签订了 为期两年的合同 客户入会之后 可以随时在这个俱乐部健身 除了俱乐部的年费2000元之外 甲公司还向客户收取了50元的入会费 入会费这不就是初始费用吗 用于补偿俱乐部 为客户进行注册登记 准备会集资料 以及制作会员卡等初始活动 所花费的成本 甲公司收取的入会费和年费 均无需返还 本例中 甲公司承诺的服务 是向客户提供健身服务 而甲公司为会员入会 所进行的初始活动 并未向客户提供其所承诺的服务 就是你入会的时候 办理初始活动 办理那个办卡呀 那些费用呢 并没有提供健身服务 而只是一些内部的行政管理性质的工作 因此甲公司虽然为补偿这些初始活动 向客户收取了50元的入会费 但是这个入会费呢 实质上是客户为了健身服务 所支付的对价的一部分 所以应当作为健身服务的预收款 与收取的年费一起在两年内分摊 确认为收入 好 下面来看费用 费用呢 这里主要指的是期间费用 包括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那我们还有一个费用叫做什么 叫做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不属于费用 制造费用 它是要寄入存货的 它属于资产 好 下面来看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呢 是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 所发生的管理费用 包括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 开办费 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 在企业经营中发生的 或者应有企业统一负担的 公司经费 工会经费 董事会费 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 咨询费 诉讼费 诉讼费 这个我们在讲会有事项 在讲预计负债的 有位决诉讼的 如果涉及到诉讼费的话 技术管理费用 还有业务招待费 技术转让费 行政管理部门发生的固定资产的 修理费用 这些都是记住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再来看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就是跟销售相关的费用 销售费用是指企业在 销售商品和材料 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 包括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发生的 保险费 包装费 展览费和广告费 商品维修费 装卸费 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的 职工薪酬 得救费 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当然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 我往指的是企业跟钱相关的 跟钱相关发生的费用 财务费用是这企业为筹集 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 而发生的筹资费用 包括利息支出 减掉利益收入 汇兑损失 减掉汇兑收益 以及相关的手续费 那关于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怎么划分呢 其实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比较好划分 销售费用就是为了销售发生 财务费用呢 就是你为了借钱发生的这些费用 那其实除了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之外的 其他的期间费用 都是属于管理费用 好我们看一道 2058年5月 甲公司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作为对价 自独立第三方 购买了饼公司80%的股权 由于作为支付对价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发生增值了 甲公司产生大额应交且所得税的义务 考虑到甲公司的母公司 乙公司承诺为甲公司承担税费 甲公司去收购 去收购了一个公司 然后用于收购的 作为对价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增值了 增值了要交企业所得税 这个企业所得税自己没交 由谁来承担呢 由他的母公司乙公司承诺为甲公司承担税费 甲公司没有记题因上述企业合并产生的相关税费 2058年12月 乙公司按照事先承诺 为甲公司支付了因为企业合并产生的相关税费 不考虑其他因素 对于上述以公司为甲公司承担相关税费的事项 甲公司应当进行的会计处理事 首先 这个相应的税费是不是你的费用 是甲公司的费用 没问题 然后是你自己支付的吗 不是自己支付的 是母公司帮你支付的 母公司帮你支付的会形成什么 会形成所有者权益 所以本题的答案是B 对于甲公司确认费用 同时确认所有者权益 企业接受控股股东或者非控股股东 直接或者间接代为偿债 经济实质表明属于控股股东或者非控股股东 对企业的资本性的投入的 应当将相关利得 记录到所有者权益 记录到所有者权益中的资本攻击当中 好下面我们来看利润 下面看利润的构成 营业利润就是不包含营业外收支 当然它肯定不包含所得税费用了 所得税费用的话那是算净利润的事 算营业利润就是不包含营业外收支 营业利润等于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减掉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 减掉税金及附加 减掉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减掉资产减值损失 加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减掉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加上投资收益 减掉投资损失 加上资产处置收益 减掉资产处置损失 加上其他收益 减掉研发费用 加上净场口 套期收益 减掉净场口套期损失 就是不包含营业外收支 这是营业利润 再来看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就是在 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考虑了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营业利润加上营业外收入 减掉营业外支出 就是利润总额 再来看净利润 净利润就是利润总额 减掉所得税费用 好 下面来看营业外收支的 会计处理 先来看营业外收入 包括哪些内容 包括非流动资产 回损报废的利得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 政府补助 捐赠利得等等 那对于营业外支出 包括非流动资产 回损报废的损失 公益性捐赠的支出 非正常的损失 固定资产盘亏的损失 好 再来看 本年利润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当设置本年利润 这个科目 用于核算企业当期实现的 净利润或者净亏损 在月末 期末 将各损益类的科目 截转入本科目 损益类的科目 比如说主要业务收入 主要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成本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销售费用等等 把这些损益类的科目 都截平 都截到哪儿呢 都截到本年利润 然后在年度中了的时候 把本年利润转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借本年利润 带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或者是做相反的分路 然后再来看综合收益总额 综合收益总额呢 就是净利润 再加上其他综合收益 但是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呢 要扣除所得税的影响后的净额 比如税后的其他综合收益 净利润加上税后的其他综合收益 为综合收益总额 好 我们看一看16年的单选题 假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某一五年发生的有关交易 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 销售产品确认收入 一亿两千万 那这个呢 是主营业务收入 截转成本 主营业务成本 八千万 当期应该交纳的增值税 这个呢 是应交税费 这是负债 这两个都是损益 这个是负债 有关税金及附加 这个是税金及附加 也就是跟资料一相关的是收入 成本 税金 这个是跟损益相关的 第二 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上升 当期市价上升 320万 那这个是进入到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然后呢 以公允价值计量 切切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当期市价上涨呢 260万 这个呢 因为它是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所以 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260万 第三 出售一项专利技术 产生收益 出售专利技术 专利技术是无形资产 正常处理无形资产 正常出售无形资产 应该是进入到 资产处置损益 这个也是跟损益相关的 第四 既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那这个进入资产减值损失 假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 及其他债权投资 在二某一五年末呢 未对外出售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二某一五年 营业利润是多少 营业利润 那就是跟损益相关的 不包括所得罪费用 不包括营业外收支 我们看一下 营业利润 这个收入是 这个成本是 然后这个是属于负债的 这个税金级附加是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持有的交易性 集中资产的 供应价值上升 这个是 然后以供应价值 计量经济变动 进入其他中央 这个不影响损益 这个不影响损益 这个是进入其他中央收益 然后出售专利技术 这个影响 进入资产处置损益当中 然后具体减值 进入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也是 所以 这个答案呢 就是D 营业利润呢 第一个资料呢 一个收入 减成本 然后再减掉 税金级附加 第二个呢 就是 供应价值的变动 第三个就是 处置的损益 然后还有 资产减值损失 计算出来 答案是D 好 这就是本章的内容 那本章的重点内容呢 肯定是集中在 收入的内容上 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 我们介绍了 收入的定义和分类 然后我们介绍了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确认和计量呢 现在是五步走 第一步呢 识别合同 第二步 识别合同中呢 单项履约义务 第三步呢 确定交易价格 第四步 把这个交易价格 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上 第五步 履行每一个单项履约义务 是确认收入 看单是按十点 履行的履约义务 还是按一段时间 履行的履约义务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 合同成本 合同成本呢 包括合同履约成本 和合同取得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呢 最终会转入到 主营业务成本 合同取得成本呢 是为了取得这个合同的 增量成本 比如说销售佣金提成 那合同取得成本呢 最终会转到 销售费用当中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 分别是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 富有质量保证条款的 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的区分 富有客户 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 授予知识产权的许可 还有售后回购 客户未行使的权利 还有无需退回的出使费 这些处理 那对于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呢 我们重点掌握前面这六个 前面这六个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费用 包括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然后又介绍了利润 包括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呢 就不包括所得税费用 不包括营业外收支 利润总额呢 就是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 减掉营业外支出 加上营业外收入 然后净利润呢 就是在利润总额的基础上 减掉所得税费用 好 这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 只有背后加倍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大家继续加油 我们下一章再见 谢谢大家